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變龍 那這個影片我們要跟大家分享韓服最新在綠洲改版之後 在今天又公布了一些全新的消息 我們趕快來帶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是關於這個新的變身以及娃娃 這兩個左邊這個是天上守護騎士 右邊這個是千年的九尾狐 這兩張卡片是新的紅變以及紅紅娃 但是它特別列在這邊並不是說我們新出這兩張卡 而是這兩張卡片要直接用送的 送給所有在天上M裡面的玩家 不論你是有沒有課金 基本上都可以拿到而且是直接拿 怎麼拿呢 它會放在千道裡面 你只要在第七天就是它更新之後的第七天的千道 以及第35天的千道 就可以直接拿到這兩個紅變紅娃 那大家如果要看能力的話 可以去看我們昨天拍過的這個影片 好接下來的部分呢 它就是有講到這個所謂的職業調整 那職業調整的部分呢 你看這個圖片裡面它特別把 黑妖 暗奇 龍鬥 不知道是不是意味著這三個職業 會有所這個大調整 這個還不知道 在上面列出三個點呢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左邊這個呢 它是說戰鬥平衡的這個調整 那中間這個是技能的實用性 可用性以及會有一些調整 那右邊是一些道具的這個便利性 也會有一些調整 所以講的是比較含糊一點 但是或許從這個圖片上 我們可以秀出一些端倪 就是有可能這三個職業會有一些大調整 讓玩家呢更容易去接近這三個職業 畢竟這三個職業現在來說 相較於其他職業應該算是冷門啦 當然王族這個是永遠的例外啦 好了再來呢 關於一些副本的這個調整 首先左邊這個呢 它是說特殊地間會有調整 那從圖片上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夢幻之島 夢幻之島是特殊地間的其中之一嘛 包括這個愛影神殿 然後這個都算是一些什麼特殊地間嘛 那它是說會有一些調整 好中間這個呢 不是沙蟲這個副本 它是說20級的雪蒙 它會多了一個副本 就是在沙蟲 挑戰這個沙蟲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的雪蒙已經達到20級的話 你就可以去開啟這個副本啦 那麼最右邊這個呢 它是提到是變身跟娃娃的這個覺醒系統 也會有所調整喔 那這個部分怎麼調整呢 嗯 目前好像也沒什麼頭緒啊 但是我們之前曾經在這個遊戲的檔案裡面呢 挖到說它的卡片其實是有附上這個等級的喔 不知道是不是代表說這個覺醒啊 還有額外的這個功能存在喔 這個我們拭目以待吧 好接下來這個部分呢 就是一些道具的調整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畫面呢 它就是列出一個法師嘛 所以這個很明顯就是跟法師有關係 那它這邊的說明是說呢 它會在這個光之這個 算是智力的這個兩個道具裡面喔 兩個視頻裡面 會去增加一些這個魔法傳透的這個效果 好這個是針對法師的部分喔 然後再來下一個部分呢 是針對這個藥水的部分 他說可以把這種藥水這個 自動購買量呢 調整到提升到9990喔 就是讓你可以更快速的買就對了 好在下一個部分呢 是指在我們商城裡面喔 好以後可以用名譽幣去購買屬性消除卷 以及可以用金幣去購買這個所謂的 這個技能抽卡包這樣子喔 那目前來講的話呢 這個屬性消除卷呢 我們只能在Google Play上面用點數字去換 好那未來的話呢 以後我們就可以用名譽幣直接去購買啦 那技能抽卡的這個抽卡包呢 它相對來講 它的取得難度就更低了 好再來下一個呢 是關於這個雪萌的這個設定 以前的話呢 我們可以登錄的這個聯盟呢 應該說是同盟喔 三個擴增到十個 那迪盟呢 40個 擴增到這個70個 擴增到70個這樣子喔 好這個因應的一些改版喔 然後再來呢 是工程站的一些調整 主要是提到說 有一些比較算是這種區域型的 就是你的這個分區喔 就是一個區的這種 譬如說奇岩層這種工程站 他以前是單區在打嘛 那現在變成是雙區聯合打一個 也就是說這些稅收呢 原本只收一區 現在變成收兩區 而且根據不同的狀況 他會有更多的這個分配喔 這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除此之外呢 他會有新的這個工程武器 讓你在工程的時候 來做一個使用 那麼在城堡地間的部分啊 他是說可以讓玩家有所成長嘛 就是你有更好的這個地間 那他的地間呢 他有分成本幅的地間 以及世界的城堡的地間 比如說奇岩層的地間之類的 這些也都會慢慢的去加進去喔 好再來呢 那這一次改版的一個重點 就是新的這個副本 叫做時間裂縫的亞特蘭提斯 這個副本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他一開始的設定呢 其實就是兩區聯合對撞 原本我們就是一區嘛 譬如說我們的跨幅都是一個區打在一起嘛 那現在的話呢 時間裂痕這個是直接開成兩區對撞 所以呢 你會在這個遊戲的這個裡面啊 會看到更多的這個玩家 或者是更多的這個高戰 來跟玩家進行這個對抗 所以這個算是相當特別的地方啊 那這個地圖呢 我們從這個上面可以看到 他其實就是一個海底啊 就是伊娃王國的這個地圖 去進行這個調整到 所以到時候呢 會是怎麼樣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好那再來下一個部分呢 是關於這個信念之塔二樓 那當然目前什麼資訊都沒有 只是可以跟大家看到 這個地圖 信念之塔二樓會長這個樣子 那蠻特別的啊 他有一些地方是屬於這種 算是這個雅丁城的這種 這個有磁鑽的地形 那有些地方呢 他也有這個所謂的 烏灼之地的感覺 或者是這種沙漠 應該說是 地間的這種地形的感覺 算是蠻特別的一個配置啊 那這個到時候呢 會再看一下 那再來呢 是關於這個所謂的提卡爾 以及這個迪比斯 這兩個地方的調整啊 那這邊的話呢 他會讓這個通道啊 就是你要主攻進去的話呢 你必須要通過這個窄口 那這個窄口打完之後 你才能進去 那右邊這個呢 則是調整了這個BOSS的 應該算是入口吧 在這個位置 也會有所調整啊 好 那接下來的這個活動呢 就是一些 算是本週的活動 以及改版之前的活動 基本上這個已經有講過了 我們就不再特別追溯啦 好了 那麼以上呢 就是關於亞特蘭提斯 就是綠洲 飛越噴泉的這個改版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跟分享 我是邊東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有一個小典 有一個小典 的那種 有一個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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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有一個小典 有一個小典 我們就有一個小典 我們就來看